大家好,我们接着我们把这个瓷锅给画一下 瓷锅是从这边往这来一下 我们把这个瓷锅,测锅,我们知道我们用瓷锅说我们都讲过,测锅 测锅行笔 测锅行笔 淡墨,不要太重了墨 这边再画一个 好,然后把干画出来 干也是要淡墨 因为你这小金鱼是浓墨 其他的颜色就不要再那么重了 不能夺这个小金鱼了 要有这个浓淡干湿 一幅画里面要有浓淡干湿 好,这个画完以后我们把这个瓷锅上面的金 叶子金给它画一下 稍重一点墨 稍重一点墨 不要等它干了再去勾金,这样就不好看了 这个金给它画一下 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瓷锅,那个花,开那个花也是挺好看的 从这儿穿过来 从这儿穿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花给勾一下,花是用淡墨勾 淡墨 这个花是淡墨 并且是往下跟着鱼是呼应着了 是呼应着了 我们知道这个花是三瓣花 但是前面这个可以画点花孤独 勾勒点花孤独 勾勒点花孤独 三瓣花都是圆形的啊 都是圆形的 我们再用点重墨 点一下啊 点它的花蕊也行 点它的那个饼也行 点它的那个饼也行 啊,点一下 写意,我们军过话就是写意 要有意景 意景 好,点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用在上面给它点一下这个 用很浓重的这个猪沙 或者是猪标啊,都可以 为了我们配合这个下面这个鱼哈 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很浓重很浓重了啊 猪沙呢,你可以在这个 墨点子上点 要说应该是在墨点子上干透以后 才能点 这是它的花蕊 花蕊 非常漂亮啊 点上去 这样有跳跃 然后最后我们用这个 拿这个淡褶石啊 很淡很淡的褶石呢 我们把这个花给照一下 特别淡哈 把那个白花用 你知道哈 这个瓷菇的花是白颜色的 那为了让它白呢 我们需要照它一下 衬它一下 嗯,反衬吧 应该是啊 很淡很淡的褶石啊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 花蕊呢 给这个瓷菇给照一下 但是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墨哈 还要点这个 红鱼的这个眼睛上哈 用墨点 点它一下 好,我们这个 待会等它干了以后 我们才能做着工作 用花蕊照 现在不能照